好 非得无法 非得早餐 我是谈家楼民 209年12月17号 星期四 礼拜四的时间 我们谈教育 好 今天听非得早餐听久了 你大概都会注意到 特别是家里面呢 如果有小朋友 中朋友 我觉得大朋友倒未必 当然如果你要选择 你会发现里面还是有很丰富的材料 让你在大朋友在这做语言进修跟学习 尤其是比较有弹性的自主学习的时候呢 这一套的教材跟他线上的学习的方式 可能是目前台湾线上学习方式里面的最好的 而且他不是光是那种的 conversation式的这种的对话 而是把你的英文的实力就打得很扎实 好 那大脑地图 大脑地图的brand map 在台湾 进来台湾有十年了吗 还没 大概七年 七年 好 好 那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的 是这个大脑地图的资深的课程的学习师 学习老师 Monica 欢迎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应该念Monique 对不对 对Monique Monique 不能念Monique 也不能念Monica Monique 好 那上回呢 Monica来到我 我会特别花一些时间呢 在提醒大家就是说 语言的学习当然越早越好 是 尤其在台湾现在看起来呢 官方的态度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就过去呢 推三主四的 嗯 面对到台湾的 就是说呢 国际化的环境不足 这件事情 台湾的官方在过去 尤其教育体系 你们在准备的时候呢 总是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理由 对 当然了 有些是很现实的 没有钱 没有老师 这些我也 我也不能说这不是重要的 可是你总要做啊 嗯 就是在面对到一个全球化的环境里面来讲 能够有一套 能够在国际社会的通用语言在身上 这应该是国民的必备的基本技能 是 好 虽然我们也有在学校里面都有英语课程 现在的教育体系相对比较开放 所以双语学校呢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只要是家里面经济情况许可的 我认为大部分的父母亲也都努力的呢 提高自己的就教育资源的配置 让孩子呢进到双语体系里面 那如果呢 有外籍身份的可能呢 也都会选择让孩子呢 进国际学校 这点呢 也很多 好 但是 不管怎么讲 就是希望能够呢 提高自己孩子的国际化的 就是说呢 就是说的评分 能够呢让自己孩子在国际化的分数呢 高一点 大概都有这个概念啦 但是怎么做 而且做的时候呢 有没有产生效果 这个呢 比较重要 好 那现在呢 现在学校里面呢 大概都开始准备把外语的教育呢 向下扎根 那希望呢 能够能够让连公立学学校呢 都能够开 开始做双语的准备 可是我坦白讲 就是从你政府开始有这个想法 开始调配资源 到孩子呢 真的能够在学校里面呢 把外语学好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漫长 而且不确定的未来 其实家长的学习观念要先进步 孩子才会跟人进步 好 因为我跟Monique聊过两回 我知道你在台湾长大 然后呢 到国外去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 然后再回来 对语言的学习来讲呢 你当然就像我说 我们一样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 对 大部分的人包括我在内 我很诚实的讲 因为我没有在国外 长时间生活的经验 所以这种的英语的学习 它永远的是我的困扰 就就就就是好 我我即使我每天呢 假装自己很很很努力的 让自己呢 国际化英语化 那每天呢 听一些CNN啊 听这些东西 抓个七八分 那不懂的再想一想 好 但是他终究没有办法成为我的 标配 我在讲就是说 英语这件事情 他绝对不能够是选配 他必须是标配 但其实国外回来的 我们这些留学生 要维持英文的 水准跟语感 也是一个 非常需要下功课的 一个习惯 所以你要 你要不是在大脑地图 你可能也忘了差不多了 对不对 就是我的生活中 也要必须有非常多英文 比如说我看电视 我的电脑 我的手机 可能全部转成英文版 让我一直维持 有跟英文接触 所以你在 你的手机选语言 时候选英文 对 真的吗 你拿着给我看 真的真的 好 这个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 就是 你一个手机 或者电脑打开 在设定的时候 第一个 他会设定时区 设设定语言 对 好 那语言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都还是 启动中文模式 我连导航都是英文 对 尤其是繁体中文模式 但是像你这样 那你决心很大 因为其实你花那么久的时间 在国外待一段时间 但回到台湾 毕竟你的生活都是 国语中文的 那个量真的很大 一定会钓鱼杆 这不错 因为 因为我 我儿子也是一样 他每次 只要用我电脑 就把它改进英文 我就很气 他看得比较习惯 对 我就 你把它改英文 然后我每次用的时候 我要再把它改回来 就很烦 好 那表示就是说 你其实是有自觉的 就是觉得 一定要保持在自己的一个 一个相对好的一个 一个外语的环境里面 好 这种的环境 其实 以现在的孩子 或现在家长来讲 比过去要方便很多 对 但是家长要去学一下 直语量的一个调整 一般来说 大部分机构都是一量 巨多 比如说 一个月背几个单字 然后多久可以开口说话 都是一量的部分 但是直的部分 才是我们需要去探讨的 好 那你们现在 比如针对现在的108课纲 108课纲在强调素养 包括语言的素养 它里面当然也包含了 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孩子 更国际化的这种的素养 对 那 以大脑地图的角度来讲 第一个我想问就是说 你刚讲到直语量 这当然都很重要 因为量的提升 就像是考试的分数一样 它对于父母亲来讲 比较有交代 比较看得到 对 我的孩子 这个礼拜多背了10个单字 OK 他多学了两个句型 他可能感觉比较有交代 可是老师 他就不是一个学语文的方式 对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孩子 我接手的 都是有能力 但是没有学习的动机 因为他的方法用错了 他一开始就结束自然发音 再来就背单字 所以这个语言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科目 非常的无趣 但他学习是无趣啦 因为他中间有非常多的挑战 那个成果这件事 享受成果才是甜美的 那可是我们要从中间 一直不断的去抓孩子的 学习情绪 让他知道我要怎么面对 这些困难 然后我要方法去解决它 我从不想要动头脑 到我开始愿意去想 为什么字边地方要加S 为什么这个句子要这样用 等那个时候 孩子就开始自作了 可是大部分的孩子 如果在台湾的这种 的双语环境里面长大 你会觉得他们对于 对于 他要面对到 台湾的传统的学校里面的 英语课的时候 你那么意识到 他们都会遇到障碍 会 但是也会跟 我们也会跟这样沟通一下 比如说学校那块该背单字 该看课文 你还是得看 对 当然很痛苦啊 对 然后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孩子 跟你们抱怨吧 学校都要考文法 考单字 对 所以初期他们 如果上大小题 他们是平行的 然后到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才会把 原来怎么学英文的方式 靠到学校里面去 的英文学习 才开始改变 不过他们会有一段的 有一段的困扰 对不对 会有一段碰撞期 因为一旦 一旦 一旦受到大脑地图 这种比较正规的 语言的学习的训练之后 他对于学校里面那种 老师在课堂上面写黑板 然后叫大家能念单字 然后考文法 然后小考大考的时候 都是单字文法 占很大的比重 那种的考试 跟平常的方式 大概都很难适应 会觉得很简单 但也会觉得很无聊 对很无聊 而且一旦 他觉得很无聊之后 他常常会出现一种 就是说 好像语文的能力 或者表达能力还不错 可是考试的成绩 又不怎么样 会有这个状况 因为我遇到一些 就是外语能力很好 你跟他相处 跟他生活 这孩子的外语能力 是很好的 可是你看他在课堂上面 分数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是最高分的那个 他甚至于还没有在高分群里面 就是他常会说 班上那些就是都会背的 那我就不会 我就不喜欢背 好这个确实会有些困扰 我可不是说大脑地图 可以帮你解决学校考试的问题 如果你想的是 你的孩子要在学校 你们英语课要拿高分 那你不见得需要 需要大脑地图 对 但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用对的方式学英文 然后英文会变成 他的生活的其中一块 生活其中一块 让孩子将来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说 我说的标配 就是买车的时候 标准配备 你去买车的时候 不用再问说 这辆车有没有刹车 这辆车有没有游泳 你不会问懂笨问题 不需要 这辆车有没有方向盘 甚至于你不需要问说 这辆车有冷气吗 为什么 因为这都是标配 换句话说 它是一个安全 是一个标准配备 选配是比较高端的 它有没有电动座椅 它有没有什么的一些 一些特殊的构造 那个是选配 就是多花钱 不见得要有 但是语言 外语将来一定是标准配备 现在所有的父母亲 你的孩子 如果还在小学 中学 高中阶段的时候 请你无必要重视这一块 否则他以后走出去会很困难 好 在大脑地图的这一块 我记得上次来说 因为疫情已经爆发了 我记得我还问了一下 Monique 就说那你们如何去因应下疫情过 因为你们是线上学 是 理论上来讲 有线上学习的时候 应该在有疫情的时候 应该家长们会特别有感觉 对 因为其实我们跟一般的线上 不太一样地方是 一般线上课程 大多都是跟外师啊 跟老师一对一上课 所以重点还是放在口书的部分 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的状况是 孩子在家里不会预习 所以你会觉得 他一段时间之后 怎么讲就那几个字 怎么听好像也就这样 好像没有办法再突破 对 所以我们在线上的学习 包括老师可能一周会陪读他一次 陪读一次 然后针对他不会的地方 去做一些事情 你们会陪读 对 我们其实现在有一种 就是学习的方案 是可以陪着小孩 一起做这件事情 在他会的时候 帮他做鼓励 在他不会的时候 介入去教他 这个地方你要怎么看 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听 所以他那个部分 就是先帮他 把一些东西累积好 然后到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会换成另外一个方式 是跟孩子一对一 把我们前三个礼拜学到的 或是你不会的 另外抓出来运用跟衍生 所以这也在做反转 就是实体课教室可以做到 我们其实线上可以做到 要孩子平常在家里 先用电脑的方式 把自己准备好 基本东西要先了解 然后当你跟老师连线的时候 就是鼓励他大量的犯错 因为你大量的讲错 读错 我才有方法跟机会进去 协助你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现在讲你们 那你像你们的工作量 还不小吧 超大 对啊 如果你要盯孩子盯到这种 就是说等于已经是真人教教学 对 除了线上也有真人老师的部分 两个都有 因为这当然你们在后台 这个是 这是大脑地图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除了你们的 你们的线上教材 本身我一直强调 就是大脑地图对孩子的 那种的发音的语感的捕捉 能力的训练 它会内化成为孩子的一个 一个很特别的能力 就是如果真的要让外语 让英语成为孩子们的 就是说这种标准配备 我认为大脑地图 是一个非常棒的 甚至于是我接触过的教材 里面最好的 我毕竟是个学英语失败的人 好 不要很诚实讲 好 那学英语失败 但是用过很多的教材 买过很多的教材 可是我真的是遇到 大脑地图的时候 我才觉得OK 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好 那当他让孩子们 在不断地反复地听的过程当中 在像做游戏一样 在听的过程当中 从很小的孩子 那种的学龄前的孩子 就应该要上来 但即使到了学龄之后 他还能够 能够比学校的这种的语言的学习 还是能够超前部署 超前非常非常多 对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做预防式教学 但大部分补习班 我必须要说他比较偏补救式 不是说他不好 但是就是他是碰到孩子有问题才补救 所以通常都会来不及 但是因为我们有大数据 所以我可以很快知道 这个孩子 如果你现在不帮他解决什么事情 接下来两三个礼拜 两三个月 他会发生什么状况 所以我就先预防了 好 那像你们这样子 就是说已经盯孩子 盯到不只是他自己 要安排时间上线去听 去上课 同时老师会在后台会介入 会去注意他在这个礼拜 学习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去等于是真人的教学 除了你们的工作量之外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你的学生不会绕跑吗 不会逃避吗 有老师的陪伴反而不会 因为他的问题当下被解决了 他就不会面对电脑的时候 他发现我都听不懂 又回到在课堂上 可是要跟老师讲英文 他会不会 因为台湾的孩子嘛 对 总是比较害羞啊 要跟着机器在那边念啊 但是跟老师要讲 那还是有点不同啊 阶段性 阶段性 初期的孩子 我们不会完全百分之百用英文 他不会 他不会也开不了口 如果是线上连线的话 我们都会请家长 准备一个安静的小房间 不要在他旁边出现 他就会开口 家长不要在旁边 家长在旁边 孩子反而开不了口 对 因为要看着孩子讲错一个 我们都觉得很简单的东西 家长是基本上是 没办法接受的 有的老师可能也没办法接受 就嘿嘿嘿 嗯嗯嗯 就会有这种声音出来 那你试想在学英文的情况 在那个阶段里面 你讲什么都被人家指不对哦 这个发音错哦 这边用错哦 大概三句就不会想要讲话 对 关心折乱 对 对啦 父母亲 我 我觉得那有点困难 不过 不过那样是对的 就是 像我们这些世代的 学语文的过程当中 我们我们是被不停的 在一些很很细节当中 去纠正长大的 对 我们也倾向于去纠正孩子 嗯 那但是明明我们学的方式 是不对的 对不对 就就就就不是生活 会投射 对就不是生活化的语文学习 好在我们现场呢 是大脑地图 大脑地图长时间 他都是飞铁连波网 飞铁早餐的广告客户 好那他也是呢 所有的在飞铁连波网里面的 线上的学习课程 他跟脑力开发有关的 另外一个呢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是跟快速记忆有有关的 普林斯顿啊 另外大脑地图的这个这个课程 他是一个很特殊的英语的 学习教材 而且是呃 美美国的美国的版权的教材 是全英文的版权的教材 是 好那这个呢 大脑地图 在我们现场的大脑地图的 资深的课程的学习师 学习老师呢 Monique 好那 我之前有问过 就比如说 我每个阵子 因为我在 我在我都很认真听广告 听广告我就听到 大脑地图进来之后 我就听一听 一些小朋友患了 你们都会去找你们的学员 那来录你们的广告 对 那你们也比较倾向于找 很小的学员 因为很小的学员 其实他们从 都不认识ABC 而且小的小孩 比较愿意开口 他比较没有面子啊 自尊啊 怕讲错啊 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 如果有认真在听 也会有发现 有些孩子的发音 未必到那么标准 对 那因为他在那个年纪里面 他的口齿 他很多理解 很多能力都还没有到 那个那条线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放了 让他继续维持 到一个阶段 他听得清楚了 他的发音就越来越 越表准 对啦 就是说你在听广告的时候 我要特别提醒 就是你听大脑地图的广告的那些孩子 他还没有办法 大部分都还没有办法打到羊枪羊调 对 好 但是 你要知道他们都很小 我听了 你们的 你们的几个广告呢 从以前到现在 大概可能 可能四五岁 四五六岁的居多 对不对 因为当我们在问他们 谁要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年纪小小 还比较会主动 当然 现在还是比较大方啊 对 OK 所以他们都是自高奋勇的 对 有些是老师推荐的 那他们念的那些的口白 也都他们自己 自己想的 我们就不会太去介入 做这件事情 因为要自己想要讲什么 那个才会比较流利跟自然 老师讲会用背的 那个一听就知道 那你们不用再去修正他的语法 会简单小小修一下 但发音的部分就是尽量 有一些声音像play 很多小孩就念prey 因为他的发音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标准 好 当然这些呢 对于父母亲来讲 对孩子来讲 他们讲在台湾学习 台湾实在不是一个外语环境太好的地方 我这样讲对吗 对 要完全要自己自创 对 因为即使 好吧 我讲过 好像我住在天母 天母算是一个 可能所有我住过的地方里面 我觉得外语的环境可能是最 相对来讲比较完备的 即使是一般的一般的店员卖场便利商店的店员 他常常都会面对呢各种的外国客人 所以我偶尔遇到这方面 OK 他们基本的就是说这种的在商品销售的时候的语言的应对啊 大概都没有问题 我甚至送衣服去干洗干洗店的那个那个欧巴桑 不错哎 就我说哦 你跟你跟这些老外看 看起来有有有问有有答案 你英文跟谁讲没有啊 我以前成绩很烂 但是就是在这地方就是 就是哈拉哈拉久了之后 对敢说 对 所以环境很重要 对 我刚我刚讲的并并并不夸张 就是在我的生活环境里面的 所以环境呢最重要 让孩子在那个环境很自然而然的愿意用英语开口 我觉得这才是语文学习的重点 好 那那那你们在讲的所谓的所谓的直跟直跟量 我让某那个讲一遍 就是从一个孩子 爸爸妈妈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呢 都是有点犹豫的 就是说哎 那我我可能听非得早餐会什么原因 觉得OK大脑地图我想试试看 是 我猜想了 如果我是一个家长 好 那我打打电话来 那某那个接的 第一个就是说一定是问一下 OK那怎么上课 然后然后的价格等等如何如何如何 父母亲大概都会有点犹豫 因为好像教材很多嘛 是没错 对不对 那的外面的补习班那更多 孩子学校已经有 而且很多父母亲可能已经让孩子开始上一些语言的课程了 都都会有甚至双语的幼稚那更多 所以很多孩子 OK我在学校里面就有有有外语的外语老师了 那我干嘛一定要用大脑地图 我进广告之后 我请问我那个讲就在很多的来找你们的这些的父母亲们 我像第一个他有sense 第二个他可能已经为孩子做了一些的外语环境的设定跟跟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他为什么还需要大脑地图 进广告回头来 菲特伦波网菲特早餐 我是谭生龙 今天星期四的时间呢 我们谈教育谈英语教育 那在我们现场的呢 Monique她是呢大脑地图Brand Map Brand Map呢是菲特伦波网菲特早餐的长时间的广告客户 好那Brand Map的这个就是资深的课程的学习师呢 Monique在我们现场所谓学习师就是说她是老师 你的孩子呢如果呢用了Brand Map的这个教材了之后 可能要常常要跟Monique呢要联系 那Monique可能要带你的孩子呢要要学要学语文 或者说在真人教学的时候呢 遇到Monique的机会呢可能还蛮大的 我刚问的那个问题啊 是 我想可能会碰触到许多的家长们 因为毕竟孩子们没有办法自己决定 我要不要我要不要用大脑地图 所以一定是其实你们的大部分时间在说服父母亲 或者让父母亲认识大脑地图 那我刚讲的父母亲可能已经有概念 也可能已经铺成了一些语言环境 甚至父母亲本身可能也有一点语言条件 那他为什么选择大脑地图 其实因为我们还是会邀请家长带孩子过来 先做的能力检测 不是考到单字 但我透过问答的方式 我可以先从爸妈那边知道孩子学习的一些经验 是完全零基础 还是已经有学了一些东西 再透过我们线上课程 我去旁边观察 从旁观察 大家可以知道 他在学英文的现在这条路上面碰到的问题在哪里 不是考试看得到的 也不是老师一般教学看得到 我可以透过课程的部分 知道他是专注力 还是他其实听到很多句子也好 他没有办法把声音停留在头脑里面想清楚 他很快就过去了 所以他的那个记忆力没有办法很长 长句子他记不起来 单字可能听不清楚发音 所以拼读有问题 就是我们把一个一个问题挑出来 再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是怎么做学习的告诉家长 然后跟英文学习的一些观念 比如说假设爸妈说 可是我英文不好啊 我要怎么帮助孩子啊 那其实现在我们就会提供很多 YouTube有很多影片 你可以针对那个主题 比如说What 去找很多影片让孩子看 看完之后 你跟他讨论就好 就是你跟他分享讨论 其实会教你很多方法是 不用英文很好的家长 也可以帮助到自己孩子 对现在网路上面 光在YouTube里面的 学习语文的影片 现在就太多了 对 不只学影片 你学什么东西的材料都很多 你都可以找得到 那在这些线上的这些材料 很多的情况下面 那大脑地图在扮演什么 我提醒大家 就是说语言的学习 它是有顺序的 听说读写 听一定是先的 我这样讲对吗 一定是先的 而且是听听很久了之后 你才开始说 就像小孩子生下来 不会讲话 只会哭 他为什么会说话 是因为你反反复复 你要叫他爸爸叫一百次 他才开始叫一次爸爸 对 所以你要先叫他爸爸 你要先叫他妈妈 你要先赞美他非常久 然后他才会再讲一两个字 所以他一定是听 听很久了之后 他才内化成自己自然而然的 一种的嘴型的表达 对 所以听很重要 就是用猜用感 去猜一下你在讲什么 然后去运用看看 不对我去修改 他在学语言 不管是什么语言 他都是用这个方式 但家长要给时间 对 那因为我常会碰到很多家长 就是 我们常说要做找方法 不做找借口 那很多家长会先告诉我孩子 什么很忙啊 他没有睡饱啊 他心情不好 对啊 就我说会逃避吧 对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知道 所以当我们在跟很多 这样讨论一些学习的时候 其实会让老师觉得很困扰 我们一直在找方法协助他 但你一直告诉我他做不到 有一点点小小的尴尬 对 这也是重要 就是说家长们 如果当你要选择 像是大脑地图这种教材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强制力 只是尽可能的去呢 去包括了真人 包括线上很好的教材 能够呢 让孩子的语言呢 内化成为自己的标准配备 我觉得你们最关键的 其实是家长 对 家长的陪伴跟支持 真的很重要 因为在孩子成长 这是没办法缺少的 所以语言学习也是 对 而且就是说家长 可能当你要选择 我的建议啦 如果你有 你有在考虑 或者你选择了 大脑地图的时候 你要针对大脑地图 开始建立自己的学习纪律 就不要出现像呢 莫尼克刚刚讲的 帮孩子找借口 觉得自己的孩子办不到 或者呢 去打乱了自己的孩子的 学习的步调 比如说孩子 我为什么觉得 学龄前很重要 因为学龄前 他没有什么功课压力 对 时间比较多吧 时间比较多 那个时候 他大部分可能都在 都在玩 那你也千万不要觉得 大脑地图好像就不是玩 不太也就是在玩 对 他是玩中学 对 就在玩中学 那既然你在玩 那为什么不让玩 里面可以学到东西呢 好 那如果 如果你在学龄前的时候 你说我每天让我的孩子 如果有固定的半小时 对 或者一个小时 当然要到一个小时 可能比较困难 半个小时的时间 每天能够呢 上线 然后呢 去训练 自己的听觉 然后呢 语感 那个呢 会很棒 你要念小学之后 慢慢的困难度 就增加了 到国高中之后 你说我每天要半小时 我坦白讲 已经不太可能 其实就是生活 跟学习的取舍 因为很多 学龄前小孩 时间比较多 但家长相对也会 非常在乎 亲子的一些互动 跟关系 所以假日 可能就会排出游啊 所以我们其实 也会常跟这样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 碰到很多是 过去都没有 给孩子英文 但国小 他送到他去双语学校 就发现 哇 就是追不上学校 要给的进度 这时候 其实痛苦的是孩子 因为他过去 什么都没有 你一下要 他从零到六十 这个真的是 很逼死 不知道谁 对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能会有个 半年的时间 孩子会 很挣扎 会很挣扎 所以那段时间 其实就变成 你要花更多的心力 去顾他的很多情绪 跟学习状况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会建议 就是小的时候 开始慢慢给 用对方法 到长大 你就不用担心 这个渴慕了 好 因为如果 如果学习语言 过去大部分的父母亲 可能他有 他有几个 对孩子的人生设定 一个就是说 希望孩子 有比较好的 国际的讯息的 接触能力 那有比较强的 就是说 可携带式的 国际的行动力 那种所谓 可携带式的语言 是最最基本的 第三个就是说 可能设定 我的孩子将来 是要出国去念书的 对 甚至于可能 是希望孩子将来 将来能够移民出国 去生活的 可能大概会有 这几个设定 但是在现阶段来讲 可能觉得 我还是必须要 待在台湾 或者现阶段 我还不具备 这样的能力 我相信这种的家长 可能会是 大脑地图 这种的比较高端的 线上的教材的 主要的课 主要的课源 因为应该说 家长比较愿意 去调整他的观念 比如说 他知道孩子阅读很重要 但我们发现 高年级的孩子 他在学校 可能做很多的文章分析 可是他却缺少 大量去阅读文章 比如说 碰到不会单级 你先跳过 你继续往下读 的这个练习方式 就没有办法做到后面的运用跟延伸 或者甚至是社交能力的沟通 这一环就扣一环 对 因为现在的 现在孩子 我看一些双语学校的孩子 他们大概到了小四小五左右 大概都要有能力 就是说针对不同的科目 大概都要能够一学期 都要能够交出到一千字左右的英文报告 那个其实对于传统的家长来来讲 你可能会觉得 有这么有这么的厉害吗 可是如果他们到了国高中阶段 如果是我刚刚讲的 这的这些比较高端的家长们 那你要知道就是说 他接下去不是只有英语科 而且他所有的科都是英语 对 这个是这才是真正困难的地方 用英文去学所有的科目 对英语不是一科 英语是所有科 包括你的理化 数学全部都是英语 你的历史地理全部都是英语 那个时候才是考验 所以如果你在小学 不能够做好基础的准备 以后你要去 全部都英语的课程的时候 那才是真的是很大的压力 对 所以其实生活里面一定要 有英语的接触 比如说像你在吃早餐 放个英文歌也好 你要让你的耳朵大量去听英文的语速 去习惯他的速度 习惯他的发音 你就不会那么排斥他 对 英语的环境 英语的文化是重要的 不过这当然最重要还是要父母亲 要有概念 陪伴一起 对因为大脑地图 我每年大概都会都会访问大脑地图 我也我也很诚实的讲 就是说因为它是比较高端的线上的教学的产品 所以大脑地图的价格 你们你们现在学员的价格是怎么样 没关系 一个很漂亮的数字 可以吗 真的吗 你不要骗我 但我觉得 很漂亮吗 很漂亮 我觉得其实算很漂亮的数字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刚刚我刚刚讲的那句话是可以 是可以收收回来的吗 他其实相照于你做其他的学习 全部加在一起 我并没有觉得我们比较贵 对 因为我们给的东西真的是 别人做不到技能这一块 物超所知 好 再来就是说 我问你就是说 像大脑地图这种的课程 因为因为他从孩子很小 只要你会稍微的在键盘用滑鼠 在那滑滑滑点点点 你就可以开始上课 对 大家现在最小大概是四岁 对 其实我问你 只要你的孩子开始会觉得 我自己拿滑鼠 在键盘上会简单的按几个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一天半个小时 丢给大脑地图 他就可以开始了 好 可是如果在四岁五岁 没有参与大脑地图的父母亲 他的孩子如果现在已经是念小学 比如说念中年级 念高年级 或者念国中 他还可以选择大脑地图吗 可以啊 我们其实也有很多国中高中 才进来的学生 只是他们的学习过去的方式 比较有点定性了 所以还要花一点时间去调整 跟海啸跟这样说 就是前面第一年给我们时间 要给我们那个时间 不要一直催着 他学校都没有进步这件事 那他的价格费用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从小到大都是一样的 那你们在你们的对这些呢 就是说国高中孩子的辅导 也是一样的 当然他们在文章阅读上面的 比重会比较多 比如说你怎么样读这篇文章 碰到不会单字 有在不查情况下 我们怎么从上下文去推演 这个单字的意思 或者是要带孩子去观察 这个单字放在这里 为什么怎么这样用 那个单字才会被学起来 然后会训断孩子眼睛像照相机 他把他觉得是一个片语像 比如说too too too hot to drink 太热了所以我不能喝那饮料 这种他把照下来 他就把他学起来 然后会大量让他去照剧也好啊 我们去做一些其他的眼神 不会叫我们背单字 但是要用对方法记单字 好在我们的现场的是莫尼克 他是大脑地图的资深课程的学习师 我今晚回来了之后 我刚问的就是说 如果是如果是学龄前没有没有进来 然后呢念小学 他已经已经已经开始受到了一些的 传统学校教育的那种的比较制式的训练 那当他接触大脑地图这种的比较正统的 这种的教材的时候 你刚说有一些国高中的孩子来 我要讲说第一个就是说 那他们对这个教材会不会有适应上面的困难 第二个就是说你们曾经呢 曾经带过的这些呢 比较的国高中的孩子 他们的学习的效果好吗 因为你们你们你们是有 是有长时间的这个 就是说后台的评估的 这个很重要 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 继续访问 在我们现场的大脑地图的资深的课程 学习师呢 莫尼克广告回头之后聊 好 飞得摸完飞得早餐 我是南亚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大脑地图 Brand Map的资深课程学习师呢 莫尼克在我们的现场 我在刚刚讲就是 我当然最鼓励的就是说 教掌们如果要让孩子接触大脑地图 这个比较高高端的 属于在现场教学 同时有真人的在旁边 在后台随时在监控的 这样一个学习的产品 这跟任何的现场学习是不一样的 你去看一个影片的时候 后面不会有人呢 在偷偷的听你讲 或者呢 想要去呢 在整整理你的学习的情况 而且每个礼拜呢 你随时可以到后台去看看报表 看看你孩子的 就说呢 学习的情况 评分等等 换句话说呢 他是有一个另外一个 跟parents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互动的互动的平台 让父母亲呢 可以跟跟大脑地图的 就说呢 这后台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教学的老师们的有互动 好那如果你呢 你从很小进来 那这个呢 大概就循序渐进 那你对于这种比较正统的语言的学习呢 听说读写大概就比较完整 但是我刚才讲国高中进来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到 你要到国高中阶段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到那个语言的学习的必要性 对 好那如果如果进来了 到小小学中高年级之后再进来的孩子 你在你的大脑就这么久了 他们的学习的效果好吗 中高年级的小孩基本上还是对家长 但是像国高中的孩子 我们就直接对孩子 直接跟他讲说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他们其实会比较认分去执行 那当然他们也会说很忙 就是说时间是挤出来的 只有30分钟而已 你还是可以挤得出来 那这个地方 你现在在这地方学到了 怎么阅读文章的方式 请你用到学校上面去 所以他们其实比较 比较快可以举一反三 因为理解能力也比较成熟了 所以这边学那边就可以用 跟小一点孩子还是有差别 我那天学到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 就是越忙的人越有时间 时间控管的那个越好 就是越忙的人 他越能够找到时间 那种说忙到找不到时间的 那个可能还不够忙 所以忙人越有时间 所以不要拿忙当借口 因为基本上到了你的国高中阶段的时候 我坦白讲了 他会是你的priority的选择 你的时间24小时 大家都一样 而且如果你什么都想做 那绝对不够用 到了国高中阶段 你就会发现时间是不够用的 如果你又要玩game 你又要你除了上学睡觉之外 你又要玩game 你又要什么3C 那你说不够用我相信 可是如果你一定要在里面呢 能够挪出一些时间 强化你自己的语言装备的话 你是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第二个就是说那这些的孩子 因为他们就不是从brand map的 从基础加上来的 那他们从中间进来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有适应伤的问题 其实理解力没有问题 但是比较多是他们有能力 但不会用 这是大小孩比较多的状况 再来就是他们听力这块 当然没有晓得小朋友 长期的培养这么的好 所以那个部分就花比较多时间 所以他们等于是读比较强 听比较弱 对 对 那小点小孩子 听比较强 读比较弱 对了 所以我说 我说听说读写 然后呢 然后呢 跟这种就是说呢 读写 然后呢 再倒过来 说跟听 我们传统的学习就这样倒过来 对 都刚开始读 然后甚至就逼你写 所以看到文字的时候都能理解 把文字拿掉 对对对 超没有安全感 对对对 你再讲我 对 就是说一拿掉之后 听的时候 你如果 如果 如果那个人的语音 讲完那段话 能够很快翻 翻成文字 语音辨识 我大概都能理解他讲什么 对 可是光听的时候 他讲讲什么东西 有很多连音是听不到那个声音 对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在语言学习上面的 最大的问题 好了 因为在 在我周围的这些的家长们 或者我认识的这些的 孩子们 其实很多 不要说英语 很多都已经开始进到了第二外国语 都在选修第二外国语 英语已经变成是不只是标配 而是他们已经开始有选配的语言 有的很小呢 已经开始学德语 学西班牙语的日语的 这些都很普遍 我没有意思要 要去下 下我们的听众 下我们的家 家长 我讲的只是呢 现在的真实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对你的孩子的 未来的竞争力呢 是有一些的思考的 那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不要拖 因为他越早开始越好 时间久了之后 等到孩子长大再开始学 有些东西可以以后慢慢来 可是有些东西真的不能等 语言呢 是其中不能等的重中之重 好 其他的如果你 你真的 当然你可以先上网去查一下大脑地图 查了之后呢 你可以跟那个聊 因为我刚问他说 他说有个很漂亮的价格 我也不知道 他也没有跟我讲 你自己问 我问莫尼克好了 好 其他的内容呢 你可以呢 自己呢 跟莫尼克他们联系完了之后呢 再做决定 这件事情 主要是父母亲的判断 感谢莫尼克来 谢谢 谢谢大家 下回聊 来进广告 回到新闻